現在就來用風鳴器來播放一下聲音 看看怎麼玩 我們可以直接用這個體驗版的繼續玩下去就好了 繼續玩下去 你早上那個你可以留著 但是一個原則還是一樣 我們多裝了一個裝置 是不是要告訴他腳位接在哪裡 跟我們之前上午玩這個LD燈一樣 你不跟他講第幾個腳位他怎麼知道你風鳴器接在哪裡 所以我們先找一下左手邊 各位你找左手邊你覺得風鳴器會在哪一個類別裡面 在左手邊這些哪一個類別裡面 沒有 在輸入輸出那裡 有沒有看到有個風鳴器 對 因為他是發出聲音嘛是不是輸出 對好 那你可以看到 第一顆 就是我們一般講就是腳位 你把他拉出來 第一顆 第一顆 你把他拿出來 那一般習慣上我都會盡量把他擺在最前面 也就是你要操作他之前一定要告訴我接在哪裡我才能操控他 所以我會把他拉在比較接近開發板的這個上面這邊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接在16 所以你自己要確認一下 腳位是對的 這樣 可以嗎 好 有了這樣子之後就可以來控制他的 我們來看看因為我們就搭配我們的那個 這個好了 如果我按了1不是會開燈嗎 我順便撥個聲音 可以吧 這樣又有什麼 就是他有朗讀以外 我還 朗讀現在有 這樣會不會很干擾 哈哈哈哈 看你啦 如果 順便提一下 如果你覺得不需要有朗讀 可是你又不想要刪掉他怎麼辦 我們 Blox的使用習慣跟如果你學過或用過 Scratch 有點不一樣 Scratch 像這些積木如果你不要了 他們有的人會就這樣丟在旁邊 不過在block裡面這樣子其實他還是會產生程式 所以我們會建議各位你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停用積木 你可以把這個積木直接停用 不管放在裡面還放在外面都可以 但是記得要停用 不然他就會有可能會產生那個程式嘛 像我現在把它停用了 好 那我就來這邊 風明器 你看到風明器的第2顆 第2顆積木有沒有一個用bother播放 他的播放必須要放在這個裡面才行 所以你一定要先有這個bother 才可以 所以我把這個你看我把它丟出來 丟在 1裡面喔 有沒有 我剛現在是把丟在這邊 丟在這邊 你看我們風明器 用這個 丟出來 那你要播什麼聲音 有分幾種 一種就是這樣 一個音符一個音符 慢慢 處理 一個呢 就打一串的 因為我們的音符有分 這個 音高 這個 應該說就是音 這個應該算 Doremi ma so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他的音高 這個音高指的就是我們 那個鋼琴的那個黑鍵的位置 白鍵黑鍵的位置 有沒有比較低音的dou 跟中音的dou 高音的dou 這裡 再來就是他的節奏 就是他的速度 所以 如果你一個一個用 可以 另外呢 如果你懶得一個一個用 因為這樣很多音符 你可以像這樣打在一起 中間有沒有用一個dou 隔開 用一個dou 隔開 對不對 那 假設你都是這個叫做八分音符 就是後面這個節奏 就八分之一嘛 如果你全部都是一樣的 你可以偷懶 程式設計師就是這樣子 一樣的 就用一個代表就好 如果不一樣的你就要再 豆點 比如說四分音符 豆點八分音符 這樣了解嗎 好 那這個呢你都可以測試 那如果你覺得 剛開始懶得這樣用 你就來這裡 有沒有那一件幾首歌 你也可以用這個播看看 這樣了解 所以我現在先試給各位看一下 我先用這個 拿出來 丟進來 所以待會呢我開燈的時候 他還會幫我播一個聲音 有沒有 因為我是放在開燈這邊嘛 所以我現在來測試看看喔 我的遙控器出來了 打電一下 這裡應該沒有問題按下1 我的燈有亮 這個 看一下 沒有 有的人有聲音了對不對 沒關係 這樣有聽到了吧 那請問你 風鳴器可不可以調大小聲 你覺得風鳴器能不能調大小聲 不行耶 不行耶 那怎麼辦 電流大小 但是他供電是一樣的啊 對啊就沒辦法 如果你可以透過電流大小 當然也會比較大聲一點 有幾個方式可以看一下 來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這裡有沒有一個小小的洞 風鳴器的上面有沒有小小的洞 來 你用手把他按住 你再撥看看 你自己可以聽看看 這樣有沒有比較大聲一點 有沒有 有的會比較明顯 有的會比較不明顯 那我們這種風鳴器的話 其實每一顆的大小聲都不一樣 這個是最麻煩的 就是會有差異 那另外一個方式各位不要忘記了 你們有沒有那個 以前 應該有看過人家 講話的時候要用什麼 講話的時候用這個啊 請問這是什麼 各位 各位 親愛的父母兄弟姊妹 我們用這樣講話 有聽得比較有嗎 所以 這個東西 你把它套在這裡面 喇叭狀的 會不會讓聲音有擴大的效果 也會啊 所以這樣不是 物理就是要這樣 生活裡的科學 所以你也可以用一個喇叭狀 或者用放在杯子裡面 可不可以 我們那個免洗杯啊 是不是有喇叭狀 也可以啊 也有擴音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不能夠調整聲音的就 只好這樣子 也就可以用一下 這樣會了 所以 這樣播聲音 有沒有很難 沒有 那你就可以試看看 好就可以稍微試看看說 這個東西要怎麼播 那我們在講義裡面呢 除了看到這個 我往下走 58 59 我就玩比較多 這個我用模擬器就可以玩 58是玩救護車 校園中生 其實有上過有課的應該就有玩過這個 但是後來因為又多了全家超商嘛 還有垃圾車 嘿 我玩給你看 在這裡 在這裡 你在58 59 你可以打開我的那個辦理檔案 在這邊 我看一下 這裡 這個我是用模擬器的 舊護車 零聲 有有有有 這裡有 好 來我們看一下 你看在這裡 這個我把它縮小一點 我執行一下 模擬器我就不用看了 反正那個沒差 按下這個 咦 各位 你們不要去開嗎 這不是你家的鈴聲 呵呵 好 有沒有 叮咚叮咚 對不對 那 這裡呢 你可以像我這樣子 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 咪 咚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是二分音符 這是一分音符 你再聽你試看看 有沒有第二個聲音比較長一點 而且我重複兩次有注意到嗎 為什麼 我們在這邊剛好可以學一下程式啊 你看 遙控器 螢幕顯示這個你會的 播放這個之後 有沒有等四秒鐘 叮咚 要等著呀 主人走出來要一點 要一點時間啊 你不要那麼急著 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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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哈哈哈 那不是我的 好 然後有沒有一個重複 寫程式 如果你要重複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 不用再 不用說這個等四秒之後再播一次 這樣是一種方法 但是寫程式有時候我們會偷懶 既然是重複的 我就讓他直接 重複一次就好了 那這個怎麼做我們來跟各位提一下 來看一下這裡 剛剛在這邊 如果你剛撥這個 我先撥 好啦我就用call過來 好了 minto 所以我還蠻喜歡用風明器的 就模擬器啦 因為模擬器可以玩很多東西 好這樣有了對不對 這樣子是不是 撥一次而已 那你要撥兩次怎麼辦 就找這個地方 因為程式裡面都會有一種叫做回圈 基本功能 你找到基本功能 有一個叫回圈 有看到重複幾次了嗎 有了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丟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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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到 這個裡面來 好 像這樣子 我把這個拿進來 對不對 他預設是重複十次 是重複十次 但是這裡還有一個小問題喔 如果我用這種方式 請問電腦跑十次的速度有沒有很快 電腦跑十次的速度是比你還快很多嘛 所以如果你用這樣子 他其實 只會撥一次 應該說 他已經做完十次但是你耳朵只聽到一次 為什麼 一下就做完了 所以我們剛剛在看這裡的時候 你有發現我有多一個什麼東西 這顆積木有看到嗎 這個等待不是等電腦 是等你 等你 有時間把它聽完 因為我們播聲音是不是要一點時間 所以你如果沒有等他 聲音還沒播完時間就到了吧 是不是他就自動再執行下一次 再執行下一次了 所以我這邊讓他大概有四秒鐘的時間 那等待在哪邊 您看一下 等待在進階功能裡面 你找到左手邊進階功能 有沒有一個叫做等待 控制台的下面有個叫等待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等待把它丟進來 丟在他播完聲音之後 先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看你要等幾秒這就個人決定 因為有的聲音比較長的 可能你這個時間就要拉長 好那我就不要讓他播到十次 我可能播兩次就好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那我改過了 我再重新執行一下 你可以先試看看 你看 有沒有 只是 我用針的比較小針啦 用模擬器的比較大聲 因為透過電腦喇叭你比較聽得到 這樣OK嗎 還是你們搞不清楚這是左邊還是右邊同學的 因為大家都一樣 現在沒有連線了 現在沒有連線了 其實 其實建議各位 你在用的時候 我們這個 聲音 這個聲音呢 你最好是用 這裡 你看我拿他標準的 標準的是這一種的 這個是他的音階 我開一個給你看 有一個小工具 來你看一下我們下面這邊 我把我的Device ID抓進來 好 16 各位你看一下我們這個鍵盤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黑鍵白鍵 對不對 1 就是 比較低的有沒有 然後最高的是到8 C8 不過原來就是C7 就到這裡 還有完整的音階 那 因為我們風明器那麼小一個 請問有沒有低音 沒有 所以 會建議大家你要用的話 請你用 大概是 這邊 差不多 567 大概567 這幾個 會比較OK一點 567 你如果不是很確定 你可以這樣子 跟我一樣 請你 在 風明器的積木上面 按滑鼠的右鍵 任一個 風明器 你可以在這個8的 或是音樂 音符這個都沒關係 按滑鼠的右邊 你會找到 有沒有一個叫小工具 按滑鼠的右邊 他就會有剛剛那個虛擬鋼琴跑出來 這種功能在模擬器沒有 所以如果你按右鍵沒有小工具 那可能你去的地方不對 還在那個模擬器裡面 你按一下之後呢 你會發現 他會有一個這個頁面有沒有跑出來 這個頁面會跑出來 你在上面 打上你的號碼 還有你風明器的繳位之後按下設定 如果沒有問題 你會發現下面的鋼琴變成黑色可以按了 有沒有 上面這邊 打上你的device ID 然後腳位要選對 腳位選對了按下設定 他有連線成功 你可以在下面按 這樣有沒有聽到我的聲音 我現在透過喇叭 有沒有我在這邊比較聽得到 那我按這邊 幾乎聽不到 按這裡 很高音 有喔 這樣聽到的吧 好所以你可以用這個方式稍微測試一下 大概就知道你的那個 風明器 因為每個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不敢確定說你的會是哪一個比較 叫音律 基本上就是五六七啦 這幾個音高 可以用 當然這個小的也可以當然拿來做記錄用 這樣OK嗎 所以你先 試看看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呢 像我們剛 剛剛模擬器這邊 剛剛有聽過門領的對不對 你看 舊物車我就有三個版本 因為不同品牌的那個有差異 我不知道南投的是哪一種 你看還有一個第四個的 那你覺得警車可不可以模擬 你覺得警車能不能模擬 模擬能不能在樓上放很大車的消費力 模擬在樓上 請問警車可以模擬嗎 消防車勒 你回想一下消防車是什麼聲音 有沒有 所以那一種的很抱歉風明器沒辦法模擬 因為他是用變音的 他是同一個音調但是怎麼樣 壓下去又上來有沒有 所以那一種的沒辦法模擬 我們這種都是單音的 單音的就沒有問題 所以不是我不想做是做不出來 那你看校園中生下面這個第五個 這比較早期的 現在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以前 校園中生就長得像這樣子 那這個有放兩次 所以這裡有一個校園中生這邊你可以看一下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沒有聲音也是一種 音符 有沒有看到 沒有聲音是無聲 因為 我們有那個休止符 對不對 音樂音符裡面有休止符 你可以把它加進去 這樣也是OK 那下面呢 垃圾車的 垃圾車的 我們垃圾車有拿幾種版本 少女的祈禱 給愛麗絲啊 奇怪 我怎麼有一種感覺你們都不到垃圾的 你們家都不用追垃圾車的 因為是社區 所以就丟在社區的垃圾桶就好了 那個不同版本 你看 對啊 終於有人有感覺了 哈哈哈哈 對啊對啊 垃圾車現在都兩台啊 一台倒垃圾一台回收啊 有沒有有回收才是這種的啊 你來收穩住的嗎 對 對不對你看 所以 我們雖然 這些東西有常上 但是 我還是要進步一下 我就改一些不同的聲音 那你看 在這邊 我就認真一點啊 找樂譜拿出來啊 對不對 等一下我告訴你樂譜去哪裡找啊 然後 在這邊 7的鈴聲 我試看看 這個 去7到底是什麼聲音啊 7的比較單純嘛 對不對 他就叮咚 也是類似 門鈴 那如果你是全家的就 稍微對 就是我們有聽過的 我這個是稍微比較慢一點 但是其實你可以自己再調快一點 好 你進來了 可以買東西可以付錢 好 另外呢 像我們 這個我還沒有放 其實還有一個是 那個 在簡報 59月的這個版本 59月的這個版本 他呢 還有什麼 還有加上我們那個 計時器的 各位 計時器 你們家計時器 時間到了 他是怎麼叫 煮飯啊 或者是炒菜啊 燉東西 有時候我們用到計時器啊 他怎麼叫 時間到了都怎麼叫 因為你沒有在煮菜我可以原諒 因為都是媽媽煮的 有嗎 我們家的是這一種的啦 你們家的不一樣的 你就自己用你們家 烤箱的 好啦 我跟你講我們家的那個 熱水瓶 如果你加熱到100度煮沸了之後他也會唱一首歌啊 對啊 你看 所以你看聲音的應用其實蠻多的 所以你如果會玩其實 就可以像這樣玩很多 這樣 有沒有興趣 可以吼 那 你看一下樂譜去哪裡找 在這邊 簡報第60頁 不是不是60頁 簡報第 第幾頁 65 65 對對對 這上面呢有鋼琴譜 也有簡譜 所以我也蠻鼓勵各位如果你有興趣可以上面找找 好可以找一找像下面這一首我相信大家都會 66頁啊 來 來 Dore Mi Fa So Mi Do So Fa Re 有沒有 有聽過吧 對嘛 這樣了解 再下一首呢 67 這首最近比較少人在唱 不過我們好像最近都需要這一首 我們都需要幸運一點對不對 有沒有 那我只是找簡譜給你看啦 因為我比較習慣看簡譜 當然你如果看習慣五千譜的你就找五千譜 所以資源其實蠻多的 另外 像我們剛剛提到 像這個 這個 這個六十幾頁 六十頁 簡報率六十頁 這個其實也可以長知識一下好嗎 你們搭車 你們搭車不管高鐵台鐵還是客運有沒有都會逼幾聲 我們現在不是都用那個電子票券嗎 你們都沒有注意B幾聲有切鬥個資嗎 你B幾聲你知道嗎 兩聲 你確定 來來來來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 B幾聲有不同含義 真的真的 表示是普通票 如果是兩個聲發 表示是學生票 進勞票 所以你如果聽到B兩聲的 你拿 你拿的是學生票嗎 如果是高英華應該加兩個聲發 這樣你就知道他錢不夠了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不能進站啊 或不能出站啊 對吧 讀不到 有沒有 消遲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下次 你可以注意一下 反正這是個生活中的 對不對 你可以留意一下 看看 是不是 這樣子 這樣會了嗎 所以其實風明器 我是蠻喜歡玩的 因為 我發現網路上 如果玩這種IoT的 這種物聯網的 好像很少你去玩到那麼多 我的 那個 模擬器的文章我玩的比較多 就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不好 你自己試看看喔 給各位幾分鐘 五分鐘 稍微試一下 好吧 那順便加上 休息時間 我們就到2點30再繼續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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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